27年前 那么那时候我认识了一个 专门抓十大枪级要犯的大行径 那么有一天他带我到木柵的 猫空首富的家里面 那个猫空首富的家里面 号参猫空首富就对了 就里面真的啊 里面有那个用人 都长得非常漂亮的女孩子 然后里面很有钱就对了 然后他就跟我说 阿德 他都叫阿德 阿德 你要当记者 今天做大哥的 就要让你看到什么叫做 一流的赌神 真正的女赌神 他介绍我认识一个女孩子 那个女孩子姓黄 是一个黄大姐 那黄大姐呢 其实三十几年前啊 那么他自己本身 其实没有什么学历 但是他年轻的时候 一直在台湾的赌博电话店 里面工作 各位赌博电话店 不要随便去赌 为什么呢 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呢 因为我都要赚嘛 那你如果不开出来 谁会来继续赌 对不对 所以里面密密麻麻的开关是 每一个机台 一到编号 一到五十号这样子 每隔一段时间 就必须去按一下 让他开出七七七 然后广播就 中了中了 三十六台 贵宾中了 什么什么多少钱 这样子 哇恭喜 然后怎么样的 然后劈里啪啦 哇现场大家鼓掌 哇那他中了 我有机会这样子 那是可以控制的 那么这个黄大姐呢 她每天在这样做 每天在这样做 做了好几年 她心里想 我每天在帮人家 赚这种钱啊 那为什么 我不自己来赚这个钱呢 所以呢 她就花钱 你要知道 赌博电话最贵的 不是那个 那台机器 而是里面的IC板 你知道吗 然后呢 她就知道老板 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把相关的机台 给卖掉 处理掉 她就想办法用别人 人头的名买下来 买下来以后 这样有效 一时一时 不好意思吧 她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到阳明山的相关的 那种大饭店 专门钻研这个IC板 如何破解 一个月后 让她钻研出来了 她可以用 无限破解的方法 更改里面 已经设定的IC板 你知道吗 然后呢 她进一步 把这个更改的方法呢 把它弄在 她的手表里面 你再怎么样 都不会怀疑到手表吧 黄大姐是资工系的吧 厉害 对啊 麻省理工学院 都应该找她去 你知道吗 她是教授级的 她每次在赌一赌 赌一赌 都玩手表 按一下 777就出来了 不过她非常聪明 她跟我讲说 其实你以为 这些赌博电话店的 这些没有群保镖 都有 都是黑道 你赢太多的话 她怎么会让你赢出去 兄弟会注意 南半里楼 中冠山 所有的赌博电话店 每一家都赢个一两万 她就不玩了 聪明 她就出界了 而且这个月 在台北 台北 桃园 台中 巡回这样来 因为她自己本身是 从事这个行业 已经在那边过那么多年 她知道所有 全国在怎么分布 她绕了一大圈以后 才会再回来 所以她环岛一周 大概就带个一百万现金回家 可能不止一百万 因为一家都好几万 好几万这样子 她就这样过来 警戒而来 她觉得这不过瘾 为什么 因为觉得这个赌博 赌博电话店 还是要冒风险 那与其这样我不能来做赌剧好了 可是做赌剧呢 大家 台湾最多是什么 不是扑克牌 就是麻将 扑克牌都被 这个魔术师都给买光了 对不对 有问题的扑克牌 魔术师都没了 他就来做麻将赌剧 那做问题是我做麻将赌剧 我不能做一般的麻将赌剧 他就来做专门炸赌的麻将赌剧 各位 那个赌神电影 周润发高进 对不起 跟各位介绍一下 高进是真的有这个赌神 不过他曾经在香港出老千 被警察抓过 跟各位 他没那么神 真的有一个叫高进的 出老千被抓过 然后那电影都还没出来的时候 黄大姐就已经沿泥出来的 一经显示型的眼镜 跟这些麻将 我现在看 完全 那个年龄人也给我看过 他也有一模一样的 但是那是现代化的 他在三十几年前就发明出来了 完全用一般的这个状况来看 你看不看 那就麻将了 就是正常的麻将啊 手感是一样的 都一样 你怎么看都不一样 他说你换一副眼镜吗 你换下去就 哇 这冷漫 那那红中 这什么都看得进去出足 这怪是要怎么打 问题是 看太多了不要打 有什么呢 万一对方也要跟你一样 有副眼镜 他会验嘛 对不对 所以各位啊 他显然可以去拍电影 在赌神电影里面 后来进化的 一经显示 隐形眼镜 他也有了 也是他发明了 你知道吗 黄大姐厉害到 可是这个不能很 卖得很普遍吧 其实有些赌场都在用 你知道吗 有些出塞乎 各种奉劝 黄大姐就是说 奉劝很多人 千万不要到 当时流行东方不败 很多那个报纸 小广告 连分内广告 都出现东方不败 什么意思 就是家庭麻将 大家来打 东方 那你就来了嘛 那你会想说 反正你跟我一样 都是这个 不是职业的 不是老千嘛 我们就坐下来打 你错了 第一次一定让你赢 赢个一两千块 你再来的话 就宰了 你知道吗 所有的赌剧 都是黄大姐卖给他们的 你知道吗 所以他就后来 他后来又卖掉了嘛 他不想再做了 他也赚他钱了 他就呼吁 不要随便到赌博电话店去赌之外呢 这种家庭式的 东方不败的麻将 你最好是卖去 我跟你说啦 外面的不认识的人 你以为说自己认识的人 亲朋好友带你去 好朋友就不会杀你 你错了 要抬台 抬台本来 因为不是自己人对吗 就没办法杀到你嘛